我们看下这题目 说A向量是等于31 B向量是等于1-2 C向量是等于2-5 求D小题 3A向量剪掉过后 这两倍的B向量加C向量 那我们先看D小题 首先 这3A向量 这是等于 我们把3乘到A向量的分量里面去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3乘以3是9 然后3乘以1 这是3 接着我们计算 2B向量 那么我们把2乘到B向量的分量里面去 我们可以得到 2乘以1 这是2 然后2乘以-2 这是-4 接着我们计算 2B向量加C向量 那么这等于2B向量 就是2-4 加上C向量 这是2-5 所以呢 这会等于 这是X分量相加 所以2加2 这是4 然后这Y分量相加 所以是-4加上-5 这是-9 接着我们计算 3A向量去剪掉过后 这是2B向量加C向量 那么这等于3A向量 我们一算出 这是9-3 剪掉 2B向量加C向量 我们一算出 5 这个是4-9 所以呢 这会等于 这是X分量相减 然后这Y分量相减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得到 这X分量是9-4 这是5 然后Y分量 这是3-9 那么负物得正 所以是3加9 我们得到 这是12 因此呢 我们算出第一小题的答案 这个向量 就是等于52 这个答案 接着我们看第二小题 我们要计算 第一小题里面 这个向量的长度 那么这长度 我们把它写下来 这是3A向量 剪掉 括号 这是2B向量 加C向量 然后要计算 它的长度 那么这等于 这是根号 X分量取平方 加上Y分量取平方 所以呢 这是5的平方 加上12的平方 那么这等于 这根号 这5的平方是25 加上12的平方 这是144 所以呢 我们得到 这等于根号 169 那么答案就是等于13 这个答案 是5 2B向量取平方 2B向量取平方